非常不利于实现平等、和谐共处的目标 当然了,尊重不同的风俗、制度、宗教 不是说我们对于别人文化中的种族主义、努力制、暴力崇拜这些元素也听之认之 而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别人的风俗、制度、宗教与我们的不同 就去鄙视、反对、甚至试图改造别人 对于别人文化的不合理因素 我们应该努力通过友善的对话和合作来努力使别人放弃 其次呢,我们要对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 特别是人民的实际生活状态有深切的了解 这个呢,不单意味着我们要花些时间去阅读其他国家的历史和观看最近的新闻动态 还意味着我们要尽可能亲自去其他国家看看普通民众的具体生活 因为靠文字得到的这个知识学人很重要 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呢 往往很难激起他们心中的正义感与同情心 由这个亲身体验得来的知识呢 常常是带着情感的 当我们亲眼看到其他人被这个贫穷、疾病、政治腐败等折磨时 内心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很容易被点燃 这种正义感和同情心是天下大同最重要的基础 那除了培养这个正义感、同情心互相尊重的这个态度以外 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制度来管控这个矛盾分歧 周恩来呢 于1953年年底在会见印度代表团的时候 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在国际上呢 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已经为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 成为呢 处理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 国家之间的这个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据1970年第2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 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和这个1974年的第6届特别联大 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 这两个宣言呢 都明确的把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包括在内 在这个新的时期呢 我们要以这五项原则作为基础 建立和完善一套详细的国际法规 以处理当前这个社会呢 成出不穷的新挑战 最后呢 我们也要从积极的方面来推进天下大同 特别呢 是各国呢 应该加强经济合作 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 如习近平所说 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 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支持开放 透明 包容 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国当前向各国推广的这个 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战略 它的目的就在于与世界众多国家 打造一个政治互信 经济融合 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这个融合 不单能帮助全球脱贫 而且能增进政治互信 促进文化交流 有助于世界变得更加和谐 更加平等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小节的内容 天下大同 它是一种理想 不是立刻取消国家 天下大同的核心思想是说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平等的和谐的相处 至少在现阶段 天下大同与爱国主义并不是互相冲突的 我们可以一边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放在首位 一边推动世界的平等与和谐 有一些人认为把自己的国家弄好就行了 只要其他国家不干涉我们国家内政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关心其他国家的人 是否过得好 还有一些人认为呢 只有当自己国家的每个人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时 我们才可以去支援其他国家 这两种观点 根据我们前面分析的都是错误的 要促进世界大同 需要对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有深切的了解 学会尊重不同的风俗制度与宗教 建立一套制度来管控矛盾分歧 并且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